洪夢凱其實他只要得到一個資訊說 微乎其為 對啊 獨自家的公司啊 跳出來美國科會 說我們孫子很大 你政府要幫我們補 你現在在外面說我們都沒有孫子 其實我們孫子很大 你要補錢給我們 要補貼我們 除非是這些業者這樣講 不然這些業者 大家也想說 金融融的 趕快恢復就好了 他們也不會跟政府要補助 所以洪夢凱這個事情 突起一件事情 這第一次可以這樣問問 但是他發言說沒有一間公司 後幾位一間公司是台灣 他就通知國科會說 你去幫我查那個歐洲在台灣那一家公司 他們因為哪一件事情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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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他把資料交出來 那歐洲的公司如果不要交 不要交國科會可以這樣嗎 就是這些立委們 你們要這些資料 就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這一種 這個國會擴權法案裡頭 就是有一種可以要求社會關係人 要求這一個法人 這公司就叫法人 這法人能夠要提供相關資料 而且你不提供我就罰你錢 那對這一種高科技的基敏資料 他如果不提供 不提供那個魏哲家會叫他來 魏哲家 不好意思 魏董 我舉例當例子 他會被叫來 你為什麼不提供 他就說我叫一個律師來 律師不可以進來 來 董事長你自己進來 你為什麼不提供 這樣沒人敢在台灣家族 所以這個事情 從這個洪孟凱的這個質詢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有一條線 當這個國會擴權法案 跨過這條線 會影響外商在台灣的投資 看到這一個是網友去抓 因為看這個沒了 因為李煥營的族字稿 都會殺這個 這個網友很有心去找到這一個資料 我把這個圖給他放大 當時洪孟凱在問什麼 因為0403地震 洪孟凱就問國科會的副主委說 我們這次科學園區 受損的狀況怎麼樣 那這個國科副主委當然說 就是整體來說 這個園區受損 應該是幾乎是微乎其微 應該是還好的意思 他說那這個自園區內部的 有些停工的重新調整機台的部分 那是營業的秘密 什麼意思 就是說台東後 裡面有台積電 有聯電 有什麼聯發科 這幾乎大乎的錢 洪孟凱意思是說 這幾乎 第一次之後 他們的產能 他們的期待 要多久才重新又啟動 我需要這個報告 這國科會的主委說 這不可以給你 這怎麼可以給你 這每一家公司的狀況 他們是他們內部的機密 那不可以說某一家公司說 拿到資料高材之後說 不好意思我們的機台嚴重受損 可能要停工三個月 他的股票都幫忙 他的這個全球的 給其他國家的供應鏈都需要幫忙 所以這個國科會副主委 一直跟他講說 林敏聰副主委一直跟他講 洪孟凱說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林敏聰說 就是看廠商要不要給你嘛 叫得力廠商不會給他 包括台積電 包括金融金 不會有人把自己公司 因為地震受損的狀況 寫成一本報告 我們推估我們會損失多少錢 不會 這個一定都是內部才會知道 趕快補救而已 好 洪孟凱就又繼續說 不是啊 教育部都可以估學校損失多少 你們國科會怎麼這麼沒有效率 國科會主委說 不是啦 我們這個機台損失的部分 造成的損失 這是產業的整個 整個的這一個 機敏資料 不可以給你 好 現在這個問題 各位看完這一個對話 如果這個當時的國科 會副主委說 好 我們會通知台積電 會通知聯電 通知聯發科 通知這幾家公司 把他們0403到現在 期待多久了 當時恢復的 損失多少 延遲交貨會 延遲多少 這些事情 我們要求他們提供給你 洪孟凱委員 這個國科會副主委的慘 他在這要幹什麼 洪孟凱到底在這要幹什麼 對 洪孟凱知道這個要幹 洪孟凱其實他只要得到一個資訊 說微乎其為 對啊 洪孟凱的公司啊 跳出來美國科會 說我們孫子很大 你政府要幫我們補 你現在在外面說我們都沒有孫子 其實我們孫子很大 你要補錢給我們 要補貼我們 除非是這些業者這樣講 不然這些業者 大家也想說 趕快恢復就好了 他們也不會跟政府要補助 所以洪孟凱這個事情 突然一件事情 這第一次可以這樣問 第二次他發言說沒有一間公司 後幾位一間公司是台灣 他就通知國科會說 你去查那個歐洲 在台灣那一家公司 他們因為哪一件事情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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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他把資料交出來 那歐洲的公司如果不要交 不要交國科會可以這樣嗎 所以這些立委們 你們要這些資料 就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這一種 這個國會擴權法案裡頭 就是有一種可以要求社會關係人 要求這一個法人 這公司就叫法人 這法人能夠要提供相關的資料 而且你不提供我就罰你錢 那對這一種高科技的基敏資料 他如果不提供 不提供那個什麼 那個魏哲家會叫他來 魏哲家 不好意思 魏董 我舉例當例子 他會被叫來 你為什麼不提供 他就說我叫一個律師來 律師不可以進來 來 董事長你自己進來 你為什麼不提供 這樣沒有人敢去台灣島主 所以這個事情 從這個洪孟凱的這個質詢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有一條線 當這個國會擴權法案 跨過這條線 會影響外商在台灣的投資 講到罷免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座的歪 大部分元資是聽不進去的 所以我覺得佳凱的話 他可能會比較能夠吸收 我讓佳凱先來 這個元資他在週末的時候 照常通告也是跑得非常勤快對不對 所以時期主持的週末的 五四陪審團他有上嘛 那我們來看他跟年輕朋友的 因為五四陪審團他的形態比較特殊 他有少年假 也會來一起對話 然後跟大學生的對話內容之間 這學生就講了 委員示範為什麼年輕人要罷免他 既凹之則罷之 月圓就吐槽 哪一句是凹 哪一句凹你講啊 然後總是有很空泛的說 你認真服務 那你是有立場嘛 你就示範什麼叫做有立場啊 先射箭再畫吧 學生說 大家在清鳥行動看到什麼 就是看到會怕就好 然後我年輕人 我在現場我觀察到什麼 他也要氣得跳腳 月圓就講說 年輕人不能造謠 年輕人不能造聊 不要打著年輕人的名號造謠之時 圓芝跟我們平常看到的圓芝 稍微不太一樣 那你是敢 你怎麼感受 你覺得他是因為最近壓力很大 還是他的確呢 徐曉星的那一套的戰術 他吸收過來之後 他覺得也很受用 我相信圓芝的個性 本來就是很有戰力而已 可能也不是徐曉星教他要這樣做啦 但是我沒有看到 禮拜六的完整片段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不過必須說 你有看到他跟定余委員 在對方的那一段 那個我那天早上就看到 比如說圓芝在當議員的時候 他在我們議會裡面 就是很有戰力 就是每次國民兩黨 要所謂的在議會 杯葛 然後要吵架的時候 圓芝就是我們定余會扣來說 趕快你來表現一下 所以我覺得圓芝 他就有個距離力真的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那你今天如果說他拗 我相信 如果你在當他面前說他拗 他一定會解釋說 我其實不是拗我的初衷 他會解釋一下 也像他跟定余委員那時候吵架 我定余委吵架 也可能是在溝通 他可能就是解釋說 我沒有說過 沒有沒有 他們兩個 我離了差不多100公尺遠 他也把我的靈魂 忧貴給人 你知道嗎 他當時怎麼叫你 沒有 他就是一直罵罵 我說奇怪 怎麼一個人在那邊 鬧鬧 我就走過去看 有啦 他就指在那邊一直罵 而且他在罵之前 先把鏡頭塞好 所以他是故意的 但我當然承認 圓芝他現在壓力一定會很大 因為從所謂的 國會裡面表決也好 或是所謂面料 很多公民團體對他 要罷免他的聲音 他當然也會有壓力 但是我必須建議 其實所謂在罷免名單上的 國民黨的立委 真的還有八個月的時間 到時候真的要不要罷免 那是另外一回事 這時間要選擇冷戰還是熱戰 如果是我面臨到這個情況下 我會選擇冷戰 在這段時間 我多在地方熱戰 地方熱戰是等於說 我在服務者方面 我要選擇熱戰 但是在政治意義上 我會選擇冷戰 因為你說你要讓這些公民團體 看到你熱心的那邊 那個熱是所謂熱心的那一面 我是真的為民服務 在為民把關 我就提剛剛Grace說的 你分不清楚 到底是藍雕還是藍鷹 我說不管是鷹鷹 還是鷹也好 我覺得不管也是青鳥 我們國民黨 未來的每個宣長 該證明的 不是說老鷹的爪子有多力 嘴巴有多尖 我們不該去著相 去攻擊那些青鳥 我們應該去跟青鳥 證明說 我們不管是聲音老鷹 還是那種鳥力 我們是有翅膀的 我們也是可以展開翅膀 去保護你們 當然我們可以未來很多宣講 去歡迎這些青鳥的團體 過來說 你可以善下我 你可以罵罵我 你可以質疑我 你可以討厭國民黨 你們謝龍介 不是就把人趕走了嗎 沒關係 但是就是未來 證明的過程裡面 你們都說歡迎去 不要展現 那些三角公園 一追去 他說如果在新北 他們被趕走了 新北未來也會很多場次 我希望青鳥 也可以來聽聽看 國民黨的說法 以及在未來的國會 我們做哪些事情 你可以質疑我們 但我相信 如果我們議員有到場 我也願意 代表國民黨 來跟你們的溝通 代表說 不管是哪種鳥類 我們的翅膀 除了爪子跟鷹以外 我其實爪子也很利 只是我不喜歡攻擊別人 應該要展開我們的翅膀 告訴你們 我們也有機會來保護你們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我們國民黨 也願意來保護你們這些青鳥 我講一下 你該講那些形容詞 沒有對到命題 現在命題是 立法院通過了一個法律 過程黑箱 不讓人家討論 內容可能傷害各部會 法人 個人等等 所以年輕人站上街頭 告訴立法院 請你退回委員會 重新好好討論 就這麼簡單的要求 這個要求不是你說 我們也有爪子 我們也有翅膀 我們都會保護你 那個叫形容詞 沒有 不改 通通都不改 然後呢 幫助這件事情 威虎坐倉的人 好多個 所以才會有 後面的大罷免時代 基本架構是這裡 這個架構來自於掌握政治權力 卻不聽百姓聲音 跟人民逆著幹 甚至於認為青鳥 你是少數 我就碾壓你 是來自於這個態度的衝突 那現在青鳥上來了 就說好 那我們就會保護你 我們來溝通 那有人就要去跟你溝通了 那天很可惜 在台南的三角公園 有人真的去了 如果那天國民黨說 來 你們不要在那邊晒太陽 你們坐下來 我講完換你講 是不是好看多 沒有 嗆人家 要罵人家 要打人家 最後警察還怕那些人被打 然後把人趕走 所以 基本上 家凱如果是代表國民黨出來發言 你在街頭上宣講 我坦白講 對國民黨是加分 我這是真心話 可是你講的 跟現在國民黨所做的 完全不一樣